我们的故事回到从前 那伴随着我们的那场再见 感受你想我的心还在蔓延 小毛回来了 大眼睛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好像蔫了不少 我带她出去 她也不怎么玩 按说呀 她也算是老人家了 按人的年龄算 那得有六七十岁了 这不爱走不爱动很正常 你说她会不会是生病了 要不然我带她去医院看看 我看没什么大事 你要她去宠物医院呢 说不定反倒被感染 一会儿啊 我拿点那个感冒药 拌到狗粮里给她吃试试看吧 行了行了 你别摸她了 赶紧洗手去啊 快吃饭了 好 给 花姐 你能不能帮我干嘛啊 什么事说吧 只要花姐能做到的 肯定帮 叫我做牛肉面 阿眼最爱吃的那种 多大个事啊 想生牛肉面了 我给你们做就行了 不是 我想学着自己做给她吃 小萌 你想学着照顾别人了 没问题 花姐这辈子呀 就是干这个的 照顾人 走 现在就开始 我跟你说啊 煮面 这水很重要 用这个水煮出来的面呢 味道是特别的好 行了 干啥 这么香 花姐你做牛肉面了 阿姨 你回来了 这是我亲手 给你做的牛肉面 你尝尝 怎么样 好吃吗 这是你做的 是啊 阿姨呢 我跟你说啊 没想到小萌做饭 很有天分的 冰写聪明 一点就要透 你看我这旁边 就知道了一下 他自己折腾了小半天 成了 怎么样 味还行吧 你多吃点啊 我再给你做一碗去 有什么事 说吧 我就是想跟你做一碗牛肉面 没什么要求 阿姨 能不能让我去看看我妈 我吃饱了 第二碗来啦 阿姨呢 这孩子 小萌 没关系 华姐觉得你做的面 好极了 好极了 好极当 合适就 跟我的 没有 到什么 才是 我 о 我 可以 小萌 我明天请你吃饭吧 时间理定 对不起 我很忙 对不起 阿颜 小猫 为什么不穿鞋 阿颜 没想到 我还能这样安静地和你一起喝咖啡 我们的故事回到从前 那伴随着我们的那场再见 感受你想我的心还在蔓延 看不见你的侧脸 是否还留在昨天 我想说我爱你 还想说我愿意 不知道你的双手 会不会挽留 模糊的